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我是吃羊牡丹 我今天想用15分钟时间 讲一个我的故事6 这个故事不是太开心的故事 是我在英国 这么多年吧 遇到的 不能说是最不开心的事 就是在 我们说在外边的 我还没有说到家里的事情 我只是在说 所谓在外边遇到的事 不愉快的事 我没有特别不愉快的 作为一个华人 在英国的生活 我没觉得有太多的 不开心 但是特别巧 就有自从我们搬到 这个地区来以后 这是已经是 就是非常 英国乡村了 因为 地方小吧 所以 就是说到幽局了 所以我特别是我 老给家里幽东西 给我哥哥姐姐幽啊 给我父亲幽啊 因为照顾不到父亲了 所以就 经常寄一些东西 朋友我也爱寄 只要不太贵的 例一两样东西 我都寄的 所以 不就特别臭巧 就去到这个 我们就 说到印度人吧 最主要是说印度人 很奇怪 经历了 三次 现在 现在在英国呢 印度人呢 他们 很多人 的家庭都培养孩子 作为外科手术医生 很棒的 他们都上医科大学什么的 有很多出色的这个手术医师 另外呢 在英国的 印度餐厅也确实是不错 嗯 可以 买外卖啊 也可以去到 印度的餐厅 他们的服务 食品质量 还是不错的 有一两家我们 非常爱去 而且去了很多次 那 印度人 还有在英国是 U局 他们也是 基本上 大的 所谓这个 Royal Post Office呢 英国 他们叫英国皇家U局吧 还是由英国人主管 长官 但是像这个边远的小地方啊 小杂货店啊 里边有一个小U局啊 我们这个村里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那 我前几个月 几个月 夏天的时候 我就去 嗯 因为 给我姐姐过生日啊 寄两件小东西啊 或者是 给朋友 我去的时候 就是 她就是 嗯 坐在里边那个卖U票的吧 她是个印度女人 她看上去不 不老的 三十来岁 嗯 然后排队啊 她会 要一下 撑一下你的包裹 然后 告诉你多重 要不要 挂号 然后前面几个英国女人 因为有时候时间要排阵呢 几个英国女人排完之后 轮到我的时候 她脸就一下沉下来 这怎么回事 她就不是特别 我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特别是就那一天 嗯 好 啊 是夏天 她就 我一看她那个样子是不是心情不好呢 我也没有必要去跟她心情不好 我就说 嗯 你的夏天不错吧 英文都这样说了 你夏天怎么过的 你的夏天假期如何 然后她就来一个 Madame you know We don't have holiday 她就说 哦 嗯 那怎么讲 啊 女士 我们没有 我们做这行是没有假期的 这样子 这种是非常粗鲁的了 就是按英国人的这种正常交往 你可以说 哎 我们做这行哪有假期 是这样的 她就说 你要知道我们做这行是没有假期的 就是这样一种语气 然后我说 哦 Right 我说你是上班一组了 我老公上班一组 她也有假期啊 我们每年都有一个月的假期啊 然后这时候就打断了 她就 耶 很不那种 我就 我 她就没有任何理由的 我都不知道她叫什么 我从来没有跟她在街上 任何一次机会遇见过 那这样就变成你是职业的 这是你的职业 你要你要有一种 你的叫敬业的道德 你要做一个优地员也好的位置呢 你要做你这行 你是应该是笑脸相迎的 难管是装出来的 是你的位置 是你的职业 那另外英国女人就非常友好 她至少不会一个人的那种 好像 刚刚跟两个英国女人笑着 完了 轮到我的时候 她就一脸的 不是 好像我偷她丈夫一样的 我当时非常恼火 我当时我没吱声 不是怎么这样啊 而且后边有人 我不好吵 我要吵了没什么意思 就说什么中国女人在那吵 然后警戒上就问我 多重啊 那个 我要 还要写下英文的 因为我要这个挂号嘛 我不愿意丢 因为丢过一两次了 到中国 是怎么样吧 结果就是说多重 然后 然后我就 我就说 我也气不服 我就说 你这样对我也不对啊 我还接着那话题 我就说 我说那全世界都 上班的人都可以有假期啊 我就不软不用的说这一句 然后她还要来 她根本 其实我是一种 还是笑着说的 其实我是希望缓和这种 这种完全是一种 应酬的 就是你爱听不听 你就当她放屁就算了 是吧 结果她 还是气没过来 她就说 哎呀我都说了 那个我们 做这行是没有假期的 然后我就说 哎 boy you 我就说哎 你真惨 然后我就 该 她紧接着交完前 就走了 然后我还很客气 我说谢谢你 我做中国人 然后我不能 丢掉我的这种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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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一天我看到她 在那个街上走的时候 她很臃肿 她那么胖 因为她 经常我没有看到她 站起来 我一看她那么臃肿 看来她真的不开心 这个女人 就她 对她自身 她肯定是恶心她自己的 不喜欢她自己的样子 然后她就需要一种发泄 不怎么就 因为我是怎么着 我 我 我出门是相当的礼貌 我太礼貌了 我已经是真是 都快 快到了一种 太过于友好的那种 那种鬼样子 哎 最不巧的 今天又在 这个我们 一个很小的一个叫 这边有个 有个乐购 咱们中国人叫乐购 叫Tesco 这个情景是这样的 我 拿了两个是 它们有一种就是 硬果的一种 一种 长方形的 它们叫Bar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它加了很多糖粘到一块的 像咱们那芝麻饼似的 然后它是一磅三五 一个 两个 我就给我孩子买 他们学校的时候吃着用 嗯 我是有点累了今天 然后 嗯 一共拿起其他几样东西 我在个 自己交款的时候呢 是14磅机 然后呢 因为这个 这个自动给钱的这机器 确实有时候有些毛病 因为你 放错了位置 它就停止继续了 就是说你一定放到你 它 它指定的位置 我很熟悉 因为我 乐购也很多年了 我有我的卡 但是就是在结算的时候 正好那个 英国女人 不是这个 这个印度的一个 一个 也是现在呢 这些小地方的 村村在在的这些 超级市场 特别是乐购呢 都也是 基本是 99%的这些职员 在这打工上班的 都是印度人 他们直接说话 都是说的印度话 我都听不懂了哈 但他们是很敬业的 工作很好 服务也很好 很多次都 我买了1000次 就今天这一次 所以我今天 我有点受不了了 我要出来说 那女的就这样看着那机器 然后 我就拿着卡 我就估计有问题了 我不知道问题在哪 我就说 我就说 麻烦你帮我看看 可能是有问题 我要不对 你帮我纠正 你看我这种态度 是不是已经是 做到最好了吧 对不对 然后他就查 查查查 因为 而且那机器 那个打印的那个卷纸呢 也卡住了 他又叫了一个人 把那机器修好以后 再查看我买的东西 一共就14磅级 15磅级 然后呢 那女的就已经 脸阴沉沉的样子 就很不高兴 嗯 然后最后说 嗯 这是两个的 你给了一个 哦 我说是吗 那对不起 当时机器也是 恍恍恍恍的停 我也不知道 我没有仔细看 我说今天确实有点累 我平时我也不仔细看 所以 我看多少 我就试多少 然后 那个 我说是不是那机器有问题 我说那机器 嗯 停止了 然后我就往下过了 我也没有仔细看 我说 不是因为一磅钱丢掉我 名誉啊 我说我在这附近住 我又不会因为这一磅钱 结果那个男的就是 可能是经理级的吧 他们也累了吧 五点多钟了 可能大家都累了 我也累 然后他就说 哦 那个机器在那一天了 没有一个人说有毛病 有毛病 就你一个人说有毛病 就这种态度 哎 我说你不能 you don't get me wrong 嘿 我就 马上我也就变了态度了 我说你这个机器是这个情况 我现在还拿着这个卡 我根本就没有动地方 我没有时候拿着东西走到门口 然后你追回我 你再看我的给他钱的钱数 这是第一 第二 那个我是 你现在那女的 对 她那女的又 啊 让那个经理帮她 又把我这一个 这一磅三五的钱 我就 就交了一次 我说那行 你再交一个一磅三五吧 又交一磅三五 我说不对 我 最早我是交 我想是两磅 买两个的 我说你应该再给我找回70匹才对 那你能看到我是不是有意义 我在偷东西 然后我就很不高兴 我很不高兴 我说我就是天天来来往往的 我一天来几次 我说我还至于为这一磅钱 我就把自己的名誉丢掉吗 我说你看我这最早的初衷 我就是想买两个 然后两磅 我干嘛过一个 我再不过另外一个 然后后来那女的 是啊是啊 嗯 下次你要再 机器没有问题的 你要看这个 你过的这个机器 这个看那单子上面有了 你才在做第二个 我说是 那机器总停啊 想一次我就以为是过了 我说今天我很累 我说我也就没有仔细看 我说如果这是我的问题 那我下次我多注意 对不对 你做这行呢 你应该说 通常应该 英国人真的 不是说英国人好好 就要是英国职员就说 No worries darling That's okay Come on That's okay 他们会这种态度 那印度人他第一 第一时间就觉得你 这个中国人是不是 是不是有心想把这个 多拿一个不给钱 但是你仔细回头看 你分析我这个案情 你说是不是 我就是想两磅 给两个 到最后我就是 算来算去 就算是我想偷他一个的话 我才少给他七批 七十批 七十批 还不到七毛钱 对不对 所以我这肚子火今天回来 我就难受我今天 我得把这事讲讲 唉 我也不知道咱们中国 中国跟印度 到底是边界的事还是怎么着的 中国已经 让给了印度 多少大片的土地了都 然后在这还受英国人 还受中国人 这个这个印度人气 我这今天晚上挺着急的 我今天晚上挺着急 所以我这就唯一这 这是在外边的吧 经历的不愉快的事 但是另外一个是非常好的 印度人开的U局 他就特别热情 对我就很好 哎呀我的主动 很热情的呢 说很多话呀 好像是求他寄点东西似的 啊 久了久了他发现这个女人还不错 你还得穿的特别漂亮才行 穿的惊人首饰的 他才看到你 哦 这个不是个虫的中国人 就这样 没有办法 这就是世俗的观念 所以有时候中国人还要积极 还要再 不要再太 太这种 谦虚不用了 特别是在外国人面前 啊 跟我一样 我们继续努力 好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